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7月5号的公事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带您来看到台东绿岛观音洞附近昨天凌晨传出了火警 虽然早上一度扑灭火势 但是在风势的助长之下又窜出了火蛇 经过消防人员的全力灌旧 到了今天凌晨火势终于大致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由路旁窜出阵阵浓烟 几乎快看不到前方道路 暑假期间正是绿岛的旅游旺季 不过观音洞和牛头山附近 四日凌晨三点多突然窜出火苗 搜索局获报之后 赶紧从地面以及空中两头分别救火 林务处的前领导火队 他们私有地他们不敢开防火象 那我刚刚决定跟我们的消防队长讲 跟机长讲一下 我就直接下打命令 开防火象 原本早上七点多已经扑灭火势 喂料三个小时之后 又因为风势强劲 再窜出火舌 燃烧面积出估大约十三公顷 大多都是私人土地 范围从柚子湖自来水厂 观音洞一路燃烧到环岛公路 并且持续往牛头山方向蔓延 这一片野菠萝 那野菠萝的树叶又有油脂 这个一花就不可中止 所以我认为说 该做的还是要把防火象挖出来 然后把器块挖出来 让它尽量减少它的 一直扩散的那个面积 索性到了五日凌晨 火势已经大致扑灭 有消防人员还留在现场警戒 并且做局部残火处理 真正燃烧面积以及起火原因 都还有对相关单位 做进一步了解调查 记者张明哲 朱凤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中国最近几天 有好几个地方降下了暴雨 造成河水暴涨 淹没了农田 并且引发土石流 而在河南省 有民众开车困在河中央 抢救的过程显向环神 黄浊的滚滚泥流倾泻而下 一队男女的坐车困在河中央 他们只好从贴窗处探出身子 焦急等待救援 河南三门峡市 在暴雨过后河水暴涨 警消得知有民众受困 立刻拉起救生绳索 并利用无人机 将救生衣送给两人穿上 但是由于水势太过湍急 女生准备渡河时 一不小心差点被冲走 消防人员赶紧将她拉回来 让她坐在旁边的大石头喘口气 没想到能让男生拉住绳索过河时 同样摔倒险下还生 最后两人以吊挂方式 终于回到岸边 而短短60公尺的距离 他们经过三个小时的奋战才脱困 中国近来多处省份降下暴雨 各地纷纷传出淹水灾情 不只道路农田被大水淹没 四川也有多部车辆几乎灭顶 而在云南的镇雄县 两部车辆经洪水冲刷后 斜挂在桥边 更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还有部分山区发生土石崩塌 导致道路中断 各种突发事件在各地评传 也让锦销疲于奔命 最新灾情发生在重庆 传出的铁路桥梁被冲毁 而气象预报显示 包括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辽宁和云南等地 未来24小时内仍将出现暴雨 国事新闻在惠民编译 关心天气方面 只有一个字提醒 那就是热 气象局指出这个礼拜将会是 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个礼拜 周末之前气温将会越来越 越高 气象局形容周五到周日 达到了暴热的程度 桃园以北到宜花 都要留意37度的局部高温 而昨天屏东三地门 还有台南北辽都已经出现到了 38度以上的高温 气象局表示 这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 天气会越来越热 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是可以来到 33到35度 华联有机会出现38度 气象局也针对了13个县市 发布高温特报 至于在中午过后的降雨会集中在山区 而且范围会越来越小 时间也会越来越短 天气高温炎热 来看到登革热的疫情也在升温 除了台南之外 云林县也出现了本土群聚 其中有四例是登革热的重症 另外 在猴豆疫情上星期新增了23例确诊 在创下单周新高 还出现了第二例本土猴豆女性个案 不过感染源还有带离情 环保人员在巷弄喷洒消毒 就怕登革热疫情再扩大 南台湾登革热疫情持续延烧 上周一口气新增 一百零一例 登革热本土病例 主要热区为台南市仁德区和东区 云林也新增六人群聚确诊 其中四例是重症 病况最严重的为八十多岁 女性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而这也是近三年来 国内首都出现登革热重症通报个案 不只登革热 猴豆疫情也拉紧报 上周新增23例猴豆确定病例 再创史上单周新高 而且还出现第二例本土猴豆女性病例 个案为北部三十多岁女性 外籍看护 来台已经七年 六月二十一号起 她因为身体出现水泡二度 救医 经过医师採检通报 才确诊 初步疫道结果 六位高风险接触者 都没有出现相关症状 感染源还有待厘清 至于新冠和流感疫情 都还是处于高原期 上周新冠每日平均新增两百三十二例 并发症病例 死亡则平均每日新增四十五例 流感上周新增二十六例 并发重症病例 并新增十一例死亡 年龄介于四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都具有慢性病史 其中十例没有接种本季流感疫苗 记者拉水明谢奇文台报道 带您一起来看 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美国财长叶伦访问北京前夕 中国三号宣布从八月一日起 管制半导体产品关键材料 加者出口 被视为在报复美日和 限制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出招 传出要限制中国企业 使用美国云端运算服务 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美中紧张关系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国民党立委王鸿威昨天揭露 立陶宛和台湾签订了 半导体合作备忘录 总统蔡英文要求政治处理 补助立陶宛一千万欧元 相当于是三点四亿新台币 向五国公演员买八寸晶圆相关技术 对此外交部市表示 这是双方共同出资 绝非凯资外交 自由时报来关心的是 台版柬埔寨有四分之一的人头账户 属于在贩 司法实务也发现 人头在贩的几率高 为了要降低风险 洗钱防治法新增的交付账户罪 除了刑责之外 全国金融机构将会同步行政开闸 限制或者是暂停期已经开立 或者是打算开立账户的功能 严重可禁于关闭 在澎湖六联霸的国民党籍议长刘成昭林 因为涉嫌贪污从三月积压境界到现在 澎湖地检署昨天征结 对刘成昭林还有诚信基要秘书提起公诉 而另外八名涉案的官员 因为坦诚犯刑 分别是向公户支付五万到三十万元 不等的金额 换取还起诉的处分 三月十四号被法院裁定收押禁件 经过近四个月密集侦查 国民党及澎湖县议长 刘成昭林涉贪案 检方四号贞结并公布多项贪毒事实 检方调查民国一百零六年到一百一十年间 刘成昭林及诚信基要秘书涉嫌官说 包括车船处预算及人事案 文官国小校户人事案 还有消防及卫生局人事案 每案借机所汇七万五到一百万元 不等金额 设犯贪污治罪条例 台上大谈医护辛劳 曾连任十届议员创效六连霸 议长记录的刘成昭林 立足地方政坛四十多年 没想到却利用职务官说所会 检方针结后将刘成昭林 及诚信基要秘书提起公诉 涉嫌行贿的前车船处长等八人 则分别向公库支付五万到三十万元 不等金额换取还起诉处分 公开透明的原则 却利用长期担任议长 以及议员的身份 要求县府局处首长 迁就其个人的意志 来进行人事的安排 刘成昭林请辞议长案赞遭搁置 而十四号第二次积压期满 预计五号将召开延压庭 届时刘成昭林是否能交保 有待观察 记者陈怀陈显坤澎湖报道 中华电信公会不满劳退新智上路 十八年以来 雇主的提拨比率都是百分之六 而同个公司选新智员工的退休金 不到救治员工的二分之一 所以他们来到凯道成勤 游行 同时也向雇主喊话 应该要提拨百分之十五 如果没有获得雇主的妥善回应 九月份将会发动罢工投票 游行队伍将写着提拨百分之十五的大型气球 一路往总统府前推动 含话要政府重视 劳退新智上路十八年来 提拨最低门槛比例维持百分之六 未来年轻一代退休生活堪率 以公司目前最资深 是用劳退新智同仁的薪资提拨来看 工作十六年雇主提拨金额七十五万多元 工会认为多年来物价飞涨 维持这样的比例并不合理 已经向资方提出劳资争议调解 更不排除罢工来争取权益 劳动学者分析 退休金就是延迟给付的工资 雇主提拨金额 适同未来工资 当初劳退新智立法过程中 给了提拨比例百分之六到十五的区间 就是劳团和企业主没有共识 折中出来的 工会可以向雇主争取 提拨比例提高 形同争取加薪 学者分析 多年来少见台湾企业工会 主动向雇主争取提高提拨比例 乐见工会寻管道提出 劳资争议调解 在法定提拨范围内争取自身的权益 对于工会扬言不排除罢工 中华电信表示 因提拨比例涉及政府修法 目前没有回应 记者创林间台报道 新北市土城有一名十岁男童 日前他戴着智慧型手表 走在路上 没有想到他的手表突然自燃 造成他右手多处烧烫伤 后续可能还要做直皮手术 而业者声称 初步研判和电池的使用有关 也强调会负起赔偿责任 小保官也已经介入调查 男孩走在路上 突然把伞丢一旁 手腕串出熊熊火势 怎么甩都甩不掉 今秒钟后火自行熄灭 但在他手上多了一道明显伤痕 右手遭到火问 集体残骸烧得焦黑 事发在新北市土城 上个月三十号 一名十岁男童下午四点多 从住家前往不习班路上 智慧型手表突然自燃 右手臂手腕手指有二度烧烫伤 临近彩券行业者 赶紧替小男孩先擦药后 再陪他一起去补习班 发生疫情 智慧型手表爆炸事件 导致一名十岁男童 右手臂二度的烧烫伤 恐怕需要直提手术 期货的手表已经被送往 建市要调查爆炸原因 不过这回出示的产品 是科技公司关于时间 主打的Hero Watch系列 儿童智慧手表 每只要价上千元 怎么会突然期货 业者声称可能跟消费者 电池新旧来回更换 加上天气因素有关系 但也强调会负责赔偿 业者回应所有产品 都已经过合格检验 不过消保官前往业者公司 所在地进行击查 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记者川阳一峰 新北报道 不止智慧型手表 过去手机和行动电源 发生过自然的情况也不少 有专家就表示 这类的3C产品 几乎都使用锂电池 在出现异常之前 大多都会有警讯 包括是有不正常的发热 或者是没有办法充电 或者是系统变慢 等等的情况 民众要特别留意 正值暑假期间 不少青少年聚集 市府转运站 人手一只智慧手表 随身带着走 爸妈跟同学都在用 所以我就跟着买了 看到朋友有在用 然后还蛮推荐的 我就想说 也一起试用看看 方便测量自己的运动数据 功能多元的智慧型手表 可以定位通话 所以不少家长 都会购买给小孩 以方便联络账户安全 但是这类产品琳琅满目 贵则上万元 便宜几百能买到 只怕产品良悠不齐 如今发生自然烫伤 孩童的事故 引发安全疑虑 小保管表示 新北每年案例并不常见 不过使用像是手机手表 这类需要充电式的产品 也曾发生过类似自然情形 先前有民众把手机放口袋 走在路上突然感受一阵热 后来才发现手机疑似爆炸 还有人搭火车时 行动电源突然自然导致背包 起火燃烧 你不要在过度高温的情况下使用 或是潮湿的地方使用 那如果今天它已经有发生故障 例如你今天都已经 咳都已经摔破了 或者说已经在佩戴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 已经有产生高温不适了 你就不要继续使用了 这些电子产品都有装载电池 专家就提醒电池异常的三大警讯 包含产品本体出现不正常发热发烫 或是异常耗电无法重叠 以及系统使用上是否开始卡卡的变慢 不顺畅 建议都先不要佩戴 送回原厂检验降低危险发生 记者上陈一峰新北报道 2024总统大选侯友宜抛出 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说法 柯文哲是认为 两岸交流不要执着于名词 要有交流才会有善意 不过侯友宜在谈兵役的问题 强调在限个阶段 没有反对兵役延长一年 至于赖清德则是强调重提服貌 是将台湾经济锁回一个中国原则的市场 教室晚会拉抬选情 备战二零二次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抛出恢复四个月兵役议题 引发议论下午参与国际 帕拉桌球公开赛赛事启动 记者会后主动说明 兵役议题引发外界联想 是否受到美方压力 或议三日晚间接受中广董事长 赵绍康节目专访 更首度表态支持 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久而共识 反对一国两制的久而共识 但柯文哲认为两岸交流 不要执着于名词 要有交流才会有善意 九二共识 本来我就不太清楚 不过经过这个 博市长的说明以后 我现在是更不清楚 两岸之间还是实质的交流 应该先恢复 不要双方也不要执着 在这种名词上面 九一共识议题表态 已被外界解读 少稳住蓝营基本盘 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近日动作频频 除了南下替蓝营小机站台 四日上午也到屏东 合体议长周点论 参观石板养殖专业区 谈及中国禁止台湾水产品输入 关心外销情况 郭台铭承诺愿意帮渔民建立于对岸的沟通管道 副总统赖青的下午出席台湾服务业大瓶颈活动 这次是直言重启服貌是错的 现在服务业面临的是数位转型和净零转型的问题 必须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克服 提出一个十年前没有办法通过的古贸行令 重新再把台湾的产业跟经济发展 锁进去一个中国原则的市场 我认为这应该错吧 赖青的强调政府的角色是协助中小企业转型 而非将台湾再锁进一个中国原则的市场 政府一定要协助而非走回头路 记者 综合报道 国军在屏东九棚大沙漠进行神功操演 由海军陆战队还有陆军派出双连装刺针飞弹 还有复仇者飞弹车进行实弹射击演训 而靶机靶弹则是模拟共军的无人机和直升机来袭 要验证国军的精准打击能力 把弹发射 把弹发射 国军官兵以刺针飞弹迅速锁定追苗 进转命中瞬间 空中爆出火光 命中目标 国军神功操演四号上午在屏东九棚地区登场 由海军陆战队与陆军所属的DMS双连装刺针飞弹 以及复仇者飞弹车进行实弹射击 把机把弹则模拟共军的无人机直升机来袭 在面对太阳的环境下 射手得在12秒内击落目标 难度相当高 我们是要求这个把弹发射后7到12秒 它就要能完成追苗锁定 以及发射飞弹的一个动作 复仇者飞弹系统安装在这个汉马车上面 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酸联庄来得强 酸联庄系统它的隐蔽的隐蔽的效果 会比复仇者飞弹车来得好 刺针飞弹4公里左右的射程 是飞弹拦截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除了本岛单位外 外岛防区也派出官兵参演 都是第一次实施射击的射手 现场13发目标 命中及飞行轨迹重叠达到8发 说实在的当下我的心跟双手 真的是战斗的蛮厉害的 我很努力的克服了这个问题 完成了本次的目标任务 命中目标 不过我军在操演 共军一早也派出机舰来侵扰 因应共军威胁加剧 国居积极实施实弹射击 要展现精准打击火力 与野战低空的防卫能量 以上是记者叶佩轩 蒋龙翔在屏东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庆假期前 多州发生了多起死亡枪击案 包括是费城、德州 还有巴尔蒂摩等 一共是造成了十个人死亡 而这也再度提醒世人 美国数十年来的枪支暴力问题 没有能够遏制 总统拜登再度重申 呼吁枪支改革 德州沃斯堡西南部的科莫社区 才刚举行国庆活动 没多久就传出枪响 警方表示枪手朝数百群众开火 并造成死伤 就在美国庆祝国庆之际 全美多地发生枪击案 费城就有人不幸丧生 其中有儿童 警方表示一名身穿防弹衣的嫌犯 胡乱开枪造成重大死伤 还有印第安那州 印第安那波利斯市街区派对一名十六岁 青少女枪伤不治 堪萨斯州一家夜店 有好几人朝群众大肆开火 造成多人受伤 这些枪击案发生时 警方甚至无法立即判断犯案动机 总统拜登谴责暴力 再度呼吁枪击 根据非盈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 今年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发生超过三百四十起 大规模枪击案 依照上半年的速度 今年恐怕达到六百七十九起 大约是二零一八年 三百三十六起案件的两倍 也是过去九年来第二高 仅次于二零二一年的六百九十起 此外 专家研究指出 美国也是富裕国家中 枪支死亡最多的国家 公事新闻黄韵玲编译 在俄乌战争之后 北约担心俄罗斯会针对 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 芬兰在三月加盟北约之后 就开始和瑞典进行铁路电气化改建 等完工之后 北约会更容易提供芬兰军事补给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 也将会到芬兰访问 庆祝成功加盟北约 位于芬兰北极圈外围的罗瓦涅米 也是著名叶旦老人的故乡 当地与瑞典边境的哈帕兰达 唯一的铁路线 正在赶工进行电气化的改建 二零二四年完工后 将使北约盟国更容易 从大西洋对岸 向芬兰与俄国边境的凯米耶尔 派遣增援部队和装备 芬兰跟俄国分享长达 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边界 而且96%的对外贸易 都是仰赖波罗的海的海运 一旦俄国跟北约 在波罗的海爆发冲突 俄国在圣彼得堡 与加里林格勒部署的北方舰队 包括数十架潜艇、战舰跟战机 将对北约的运补线构成极大威胁 芬兰跟瑞典间的北方铁路电气化 将开启新的契机 而还在申请加盟北约的瑞典 预计2028年之前 将提供波罗的海新一代的潜艇 加强保护海底基础设施 避免去年北溪天然气管线 被破坏的情况发生 两种态势的发展 都将重新绘制欧洲的安全样貌 芬兰今年三月加盟北约后 已投入1.5亿欧元 更新位于罗瓦涅米的北极空军基地设备 当地预计2026年 已将成为64架F35战机的主要基地 而美国总统拜登下星期 已将亲自造访赫尔辛基 庆祝芬兰成为北约大家庭的一份子 公众新闻 最后请编译 原定21号要在越南上映的 好莱坞真人版电影《芭比》 传出被禁演 这是因为在片里面出现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主权的南海地图 踩到了越南政府红线 而从2019年到现在 已经有三部好莱坞电影 因为九段线的画面被越南政府下架 马格罗比和雷恩葛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 由擅长阐述女性 一提了好莱坞新瑞女导演格丽塔杰为指导和编剧 引发了不少话题 电影描述芭比和肯尼离开粉红世界 一起到真实世界探险 原本被视为暑期票房热门片 但是电影出现了中国主张南海九段线主权的地图 踩到了越南政府的红线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 越南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禁演芭比 而电影发行商官网也看不到芭比的电影海报 中国主张南海U型九段线主权 并在2009年正式宣布拥有该海域的开采权 引发菲律宾 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抗议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 没有法律的依据 不过中方拒绝接受 二零一九年动画片《坏坏蒙雪怪》 被越南影迷揪出片中有九段线的画面 而引发不满 上映十天就惨遭下架 二零二二年的秘境探险 也有相同的遭遇 另外包括国务卿女士和Netflix的松树谷 在内的影集 则删掉争议的南海主权画面 以及聚集 公事新闻张署分编译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提出对于日本处理核岛伏定场废水的评估报告 而最新的公告表示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式合乎国际标准 接下来将会由日方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排放 访日的IAEA署长葛罗西 4号下午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并递交IAEA对于日本处理福岛核污染废水相关问题的最终报告 根据IAEA官方网站的公告 国际原子能总署经过两年来的会刊与评估 认为日本方面对于福岛核电厂的辐射污染废水 处理器材与程序符合国际标准 这等同于IAEA认可日方相关的处置 福岛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事故后 整个废炉与重建的过程中 将受到辐射污染的废水排放到太平洋海域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消息传出立即引发中韩台湾乃至美俄等国的疑虑 IAEA由各国专家组成的团队 多次检验排放的样本 两年多来六次的其中报告 都认为程序符合国际标准 而四号递交给日方的最终报告 也做出同样的判断 在四号会见岸田文雄之前 格罗西和日本外务大臣临方正进行的会谈 IAEA认可了日方的处理程序 接下来就要由日本政府拍板 决定何时开始进行排放 目前有关各国仍旧不断公开表达反对 韩国甚至有媒体质疑 IAEA的专家是否受到日方施压影响判断 这也是未来赴到核电厂废水排放时 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课题 共是新闻许家人编译 立法院长游锡坤推动宜兰苏澳到日本 宇纳国岛的船舶直航 昨天是在苏澳首航 游锡坤表示此行有观光彩线 直航破冰 还有国会外交三大议议 与日本众议院议员谷物归司 在于纳国岛上见面后热情的拥抱 立法院长游锡坤积极推动宜兰苏澳 至日本于纳国岛船舶直航 四号率团带着多位观光业者 在苏澳首航 游锡坤说此行有观光彩线 直航破冰 以及国会外交三大议议 登岛后更发表一名前空军护卫队飞行员 感谢于纳国岛居民 55年前仗义救援迫降的致谢函 这趟苏澳到日本于纳国岛的船舶直航 当趟航程约两小时 日本众议院议员谷物归司 则搭上返航船班 持续台日双方交流 谷物归司表示 台海是世界关注热点 对于中国企图轻举妄动的作为 台日需加强合作 台日之间最近距离只不过111公里 是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 不过与那国岛上饭店房间只有200间 相关观光设施仍然不足 游锡坤表示还需要时间发展 观光业者则对这条航线的商机充满期待 日本现在本岛的百姓 很多人尚未到那国岛 这样是不是因为借由他们要去那国岛 再转而进来 进来台湾 就是我们这次的商机所在 以前要去到于那国岛 要从这边 现在啦 就算现在要飞到琉球 然后再飞到那个石原 石原再飞到于那国岛 你看绕一圈 这么大一圈 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方小岛 隶属日本冲城县 面积为29平方公里 人口仅约1700人 但过去要前往 需要转机多次 连日本人要抵达也不方便 苏要都有那国岛的船舶直航 这次能否顺利推展 创造观光商机 台路双方都很关注 记者林静伦 宜兰报导 中国修订版的反间谍法 在7月正式升受 美国国务院也调整旅游警示 到第三级 表示中国存在任意执法 以及错误拘留风险 更是提醒美国公民 要避免示威或者是拍摄敏感照片 而陆委会也指出 民众如果要到中国 务必要评估自身的风险 并且要事先检查手机 还有笔电等等的内容 记得还要先上网登录 中国对外关系法 及修订版的反间谍法 7月1号正式生效 国际格外关注 美国务院也调整了旅游警示 将中国及澳门更新为第三级 重新考虑是否前往 仅次最高的请务前往 香港则是第二级 要特别注意 原因就是因为存在任意执法 还有错误拘留的风险 更提醒要避免示威 或是拍摄抗议者 或警察的照片 陆委会也表示 如果要前往中国 我务必要评估自身风险 陆委会表示 已经有多名国人遭不明原因 被留置在独立的小房间 检查手机跟笔电 建议前往中国 要先到网站登录资讯 若一再发生类似状况 也将采取必要作为 学者表示 间谍的行为定义不明确 建议政府也可以提升警示 中国加大队内管控 一号也是港版官法 实施满三周年 港警官处宣布 通气罗冠聪跟许志峰 等八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并且悬赏一百万港币 强调国安法有域外管辖权 香港特首李家超喊出要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终生活在恐惧中 美国英国及澳洲外交部都发出声明谴责 英国外相柯维利更是强调 绝不容忍中国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恫吓个人 试图使其近身 记者汉音朋友组整理报道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昨天是以重新定义全球化为主题发表演讲 他认为最近几年来因为地缘政治的冲击 多数国家的全球化策略 会放在不伤害国家安全 以及不伤害经济领先的条件之下 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上午出席工商协计会活动 并以重新定义全球化为题发表演讲 他从全球化的历史到对世界的优劣进行分析 并表示全球化虽然几十亿人民脱贫 但也带来人与人籍 国与国间的不平等感觉加剧 让贫富差距扩大 张忠谋认为原本全球化的基础 是个持经济比较优势分工合作 但过去几年世界开始大幅减低全球化 像是中国开始对当地企业大型补助 美国也进行各种反制措施 竟然让美中关系竞争成分大于合作 他也分享台积电去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州 举行遗迹典礼 请美国总统拜登致辞 首先谢谢台积电 但马上话风一转 说要庆祝制造业回归美国 工会也跟着回来 令他听了感到刺耳 张忠谋认为全球化的新定义 就是不伤害本国国家安全 还有本国科技领先的条件下 允许本国企业在国外牟利 也允许国外产品及服务进入本国 不过这样还能算是全球化吗 让大家反思 记者吴咬鱼王新中特别报道 来看到台南的新银转运站 已经启用两年多了 但是因为距离新银市区比较远 站内店铺长期都没有营业 就连餐饮店都没有 让旅客抱怨相当的不方便 市府表示当地属于新银发展的重化区 发展还没有成型 不过前景看好 会请营运业者积极洽谈店家进驻 外观看起来很现代化的 就是完工才两年的台南新银转运站 但走进里头一片空荡荡 店铺银门都拉下来 民众想要吃个正餐也没办法 里头有营业的 只有几台自动贩卖机 还有新许的游戏机台 2021年1月 这启用的新银转运站 号称是台南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室内面积超过六百平 目前国道客运有桶连 市公车的部分有汉城客运 大台南公车几家业者在这里停靠 但乘客说国道客运只有桶连一家 加上班次少又离市区太远 实在不方便 就连计程车司机 也很少在这里载客 不少城客说远途宁可多花点钱搭高铁 还比较省时间 而台南市府统计 新银转运站启用以来 包含国道和市区客运 每天大约有三百班次 旅运量每个月约五千人次 重大节日可以达到一万人次左右 可分担中短途的旅运需求 台南市府表示 当地可串联新银和盐水的交通线 但目前所在的重化区 商业机能还有时间才会成型 除了请营运业者洽谈店家 也会洽谈其他的客运业者来进驻 让整体机能更完整 继续林建生温正恒台南报道 中部地区最近温度动辄逼近35度 对等公车的年长者来说是一大口验 不封旧镇社区有正牌没有后车停 长辈只好自备椅子等车 民众感到无奈又不方便 市府表示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新建站体 但是会编列预算来改进 台中雾峰台六十三线快速道路桥下 有一处公车站牌 因为没有后车停也没有座位 长辈们等车无法久站 当地民众索性自己搬来椅子 中古的木头椅和折叠椅 就放在站牌下 虽然意味着社区的人情未浓 但也实属无奈 长辈就自己拿这些椅子过来这边 在这边就是等候车子或是聊天这样 也不亚冠 就等于是好像躲在这边 然后这些桌椅都是那些旧的那些 很简弱这样子 台中市现有六千八百九十二处公车站牌 但仅有九百七十七处设有后车停 建置率为百分之十四 在高龄化更深的雾峰区 更只有二十三座后车停 加上原本公车班次就少 对年长者乘坐公车来讲相当不友善 市府表示设置站牌处 主要受限于私有地取的困难 空间不足等因素难以规划暂体 交龙局强调为了增加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意愿 未来将观察当地使用的需求及情形 并且逐年便利预算 持续评估及设置相关的后车设施 记者 民风鹏安群台中报导 外来种的绿裂烯侵入到校园里 有民众在中兴大学发现了绿裂烯的踪影 校方表示近来陆续有民众通报 也会请农业局来抓 根据统计从二零一八年开始 台中市每年发现移除大约三十到五十只的绿裂烯 去年在中兴大学就移除了四只 这只绿裂烯拖着长长的尾巴 在湖畔晒太阳 台中有民众在中兴大学的中兴湖 发现有绿裂烯出没 而是逆到现场 有民众也发现有绿裂烯出没 不少长的运动的民众说 不只经常看见 甚至还有好几只同时出现 除了担心可能被攻击 外来种生物已经入侵到台中市区的校园 生态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 小方表示 最近入夏确实接获多起民众通报 也已经派人确认活动范围 将暴起农业局捕捉 而台中市农业局表示 从二零一八年就持续办理调查移除计划 每年约发现三十到五十多只 从绿裂机的口吻端 以及爪的磨损情形 研判多为弃养个体 农业局研判 目前在台中市还没有发现 稳定的野外族群 而且少有主动攻击人的案例 民众发现时 可透过一九九九来通报 也会评估 补助地方团体 或是以发包的方式办理移除 防止族群扩大 季耳林健生 台中报道 松露被誉为是餐桌上的钻石 能有惠林市所发现一种台湾特有的新种松露 以发现地区命名为台东黑松露 这也是目前在台湾所发现的地松露种类当中 分布海拔最低的一种 用工具小心地挖掘 经过一番努力 研究人员很兴奋 因为终于挖到了黑松露 研究团队从2017年开始 在台东泰玛里地区 首度找到这种黑松露的踪影 这几年持续都有挖到 决定已发现的地区 命名为台东黑松露 松露的研究希望是在零下经济 不要破坏我们造林地的生态 在泰玛里发现的是海拔比较低的 相对着我们将来在推广零下经济 它的对生态的破坏是会比较好 临事所表示台东黑松露 是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所发现的地松露种类中 分布海拔最低的一种 而临事所至今 已经发现台湾枪块菌 生脉松露 台东黑松露等五种的新种真松露 由于台东黑松露分布海拔极低 临事所认为 深具研究和人工栽培的潜力 学者认为因为松露栽培的时间 可能要十年 想投入量产 投入的时间及金钱成本都不低 目前只有澳洲 意大利及法国 有大规模量产 记得陈阿兴 谢正林台北报道 SBLO传统禁旅台皮篮球队 在两年前把本土的主力球员 移失到T1联盟的 台皮英雄职业篮球队 但是因为英雄在新球季 会由台新娱乐来承接 却不包括队里面的球员 所以台皮确定要和桃园云报结盟 以台皮云报的新队名 参与T1联盟 台皮篮球协会理事长林世杰 与云报执行长张建伟 签下结盟窃结书 台皮云报正式诞生 写下国内外两球队结盟先例 今天是台湾的篮球运动上 很历史性的一个 这是一个强强连锁的一个结果 55年历史的台皮 攜手只有两年对始的云报 台湾燕酒公司董事长 丁燕哲说 云报的行销能力是关键 云报执行长张建伟强调 台皮拥有最强的本土战力 正是球队所欠缺的 从职业生涯开始 我都在台皮 以台皮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台皮的学长们很有经验 然后也有国手资历 张建伟强调结盟最主要 就是针对球员部分 云报没台皮球员的合约权 但拥有球员的调度权 我们双方教练团一起去讨论 未来我们所出版的球员有哪些 所以球员的合约 依现在状况是完全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如果今天球员们本身在T1职业篮球赛上面 比较少能够出赛的话 我们会觉得比较可惜 所以有些球员我们就会依循他们的状况 调整到SBL去 云报和英雄上季曾发生大乱斗 没想到即将以全新阵容出发 张建伟说 由于蒋玉安等好手入列 面对新球季选秀状元签 以及杨将部分 会朝风险多琢磨 在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 曾经是英国的北海石油加工中心 近年来努力发展海上风电绿南 不过当地就抱怨 长期都被英国政府亏待 所以当局提案 希望能够回归挪威当自治领地 或者是和英国之间 改用其他替代的治理模式 苏格兰海岸以北 十英里外的奥克尼群岛 由七十个岛屿组成 总人口约两万两千 一九七零年代 成为英国北海石油的加工中心 近年来更成功发展海上风电绿能 但这些贡献没有合理回馈 在中央预算分配金额 地方抱怨长期被忽视亏待 最近杜伦的经费成为导火线 奥克尼行政首长提案托英 回归历史上渊源更深的挪威 成为自治领地 奥克尼群岛历史上一直是丹麦与挪威王国的领土 一四七二年丹麦公主玛格丽特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 以奥克尼群岛和薛特兰群岛作为架装的抵押品 成为苏格兰的一部分 但当地社会文化一直保有北欧渊源特色 还会庆祝挪威的独立纪念日 奥克尼的议员们七月四号开始研议的这项提案 除了托英回归挪威之外 还有其他留在英国的替代选项 包括成为像福克兰群岛这样的英国皇家属地 或者像丹麦法罗群岛这样的海外自治领地的模式 但实际上回归250英里外的挪威要如何落实 奥克尼首长还不清楚 挪威外交部目前也没有发表评论 只表示这是英国国内与宪法的问题 英国对奥克尼议题的回应也没有提到 550多年前的嫁妆这件事 公日新闻是会中编译 上酒吧通常是为了要喝一点小酒放松一下 但是美国纽约正在流行无酒精调酒 生意甚至是比一般的酒吧还要好 社交场合上工酬交错 有了酒精似乎就能拉近距离 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谈好生意 酒杯不离手 杯底不能养鲸鱼 但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找 理性饮酒的方式避免自己断片 甚至隔天宿醉伤害健康 美国纽约的五酒精酒吧 近期越来越受欢迎 老板艾曼就说他目前开了两间酒吧 五酒精酒吧有时收入会高于一般酒吧 让他发现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喝酒 打开门专卖五酒精烈酒的商店 SpiritAway摆满各式酒类 老板华特斯表示 近期五酒精酒类市场急剧扩张 卖出的速度非常快 二零二零年刚开幕时 只出售约五十款 现在已有两百五十款五酒精酒类 他解释这些五酒精酒类来自世界各地 可看出是全球趋势 而清醒好奇 这个重新思考酒精与健康平衡的生活态度 也逐渐普及 理论森旗下的书为行销聚 最终公司NC Solutions首席执行长迈尔斯 也表示在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 不少美国人饮酒量飙升 导致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 理性饮酒的重要 根据他们的调查显示 有百分之三十四的美国人 有意愿在二零二三年减少饮酒 更重要的是已经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 不喝酒了 公司新闻张玉萍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